大家好,我是曹老师 在泰国教中文13年 现在是Saint-Steven国际学校的中文部主管 同时负责教授国际中学课程IMYC中的中文科目 以及中文IGC SE和中文AS Level两个课程 在我们学校,中学将继续发展 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同时增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提高汉语技能 为学生学习中文IGC SE和A Level做准备 高音学生将巩固中文基本语言技能 提高他们的词汇量 这主要集中在IGC SE考试所需要的 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高二学生将定期完成考试练习 并培养他们对考试要求的理解 以支持他们通过中文IGC SE的考试 通过考试后 他们将会获得由英国建桥国际考试部 颁发的资格证书 我相信这两个阶段的学习 对学生来说是充实和有意义的 因为它扩大了学生的国际事业 让学生将来学习中文和相关的职业规划 提供了参考 也帮助学生为迎接未来做好准备 谢谢大家 请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大家好 我叫云 今年15岁 在四年级学习 今年是我学习Mandarin IGC SE课程的第一年 也是我学习中文的第六年 大家好 我叫云大 今年15岁 也在四年级学习 我合影在总义的半学是中文 我们是同学也是好朋友 好的 那下面第一个问题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Mandarin IGC SE的主要学习什么 我们8月开始学习Mandarin IGC SE 这门课程主要学习与我们生活 以及学习相关的主题 以及学习相关的主题 每个主题都有对应的文化 介绍笔记和活练习 而且每个主题有清楚 都写四个方面的有缘进行训练 帮助我们继续学习 好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你对学习中文 IGC SE有什么感觉 Mandarin IGC SE对我来说不太难 因为我喜欢语言觉得学中文很有用 所以平时我会多花时间去说中文和联系学汉字 我觉得口语不难 但是学汉字很难 因为有笔画笔顺的要求 好的 下面向朋友介绍一下你学习普通话的经验 平时对作听学上网跟中国朋友流天看新闻 都是我学中文的经验 我学中文的经验就是推荐大家看中国电视图上中文歌 因为上歌可以帮助学习中文的声调 好的 下面第四个问题 你想去哪里读大学 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呢 我计划去外国上大学 我将来想成为一名外交官 所以语言的学习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想去中国上大学 将来我想做老师 因为我喜欢小朋友 老师非常想知道你们学习普通话的灵感是什么 我学习中文的灵感是能够自信的与他人交流 并且能够用中文理解他人 我学习中文的灵感是能够自信的理解和有差人交流 下面第六个问题 你在Sense Stephen国际学习中文的印象如何 我在Sense Stephen学中文的印象是他的多样性使了课本 你也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信仰 我的印象是他可以让您有数多人交流 他不尽叫我们有亚 还叫我们文化 这使我们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选择中文IGCSE在媒体上做广告 引你来回答 因为这文是当今世界上是用人数最多的预言 至于很多人都想学习他MandarinIGCSE 深入眼罪 永远让我们能自入教育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并学习他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